OK 我们讲了九章统计学习的内容了 我们从第十章开始呢 正式来到神经网络的内容 第十章呢 还不能够敲着深度学习 因为讲的都是一些浅层的网络 我们会从盘苦开天地 从70年前的感知机聊起 然后我们会来聊一聊 这个神经网络的训练 以及神经网络的正责化 浅层神经网络呢 虽然显得很low 很幼稚 但是它依然有很好的一个应用 并不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界的 Hello World的这个手写体识别 而是一个真正我们可能用到的东西 就是磁相量模型 然后如果你前面这些都耳熟能详的话 我希望你一定要看看 这一章的第四节 预训练 因为预训练这件事情 既是我们十年之前 突破深度学习瓶颈 达到把深度学习从理论上 变成可用性的一个关键的飞跃 也是现在大模型们真正在发生的一件事 你就可能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历史真的可能是存在循环的 预训练这件事情 曾经帮助人类完成了从0到0.1 现在可能就要帮助人类完成0.9到1了 真的很有意思 OK 我们先来讲最简单的神经网络 最简单的神经网络 一个神经元的这个东西 它有个名字叫做感知机 这个名字非常的 就是有那种非常古朴的科幻味 他确确实实是一个老朋友 人之空神经网络最初是人脑学家发现的 1943年被提出 1949年的赫布发现了人脑神经元中的 一种叫做赫布学习的东西 简单来讲 就是他发现人类的大脑 是由很多神经元构成的 一个神经元 它有非常多的突出 这些突出来去收集一系列的信息 然后这些信息 它会被综合考虑 如果它达到了某一个预值之后 这个神经元就会突然变得兴奋 如果没有达到 它就变得不兴奋 也就是说它的输入有很多项 它的输出就是一个二值的状态 兴奋不兴奋 然后1957年就根据人脑那种启示 发明了一种简单的线性分类器 我们管它叫做感知机 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函数 就是说 我有一系列的A1到AN的 这一系列的输入 然后我们下面给它叫做X 它每一个都有一个权重 我们把它加起来 再加一个偏置项 我们把它加合起来 然后再套一个F函数 你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不看F函数的话 里面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一个 类似于现行回归的东西 那么这个F函数是什么呢 这个F函数就是 如果你里边这个值 是大于0的 大于等于0的 那我取值就是正1 否则的话 我取值就是一个负1 就是一个兴奋 不兴奋 这样的一个二值状态 然后 那个 这种图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也可以用这样的 一个表示 就是最左边这一列的 是输入层 就是说每一个神经元的内容 然后这个 这块呢 是一个 把它加合 并且呢 做一个F函数的一个结果 然后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F函数 它长这个样子的 一个直棱直角的一个样子 对吧 这种直棱直角的样子 大家学了那么多 前半学习的知识 你看到这个F函数 你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 这个很不友好 它不能求导 所以呢 我们找了一个 类似的样子的函数 把它稍微拽弯了一点 就是说我们呢 也大概还是 你小于0之后 你就很快地去向于0 你大于0之后呢 很快地就去向于1 这样的一个值呢 我们管它呢 函数形态呢 是这个样子的 就Fx呢 等于1比上1加上 E的负x 这张这个函数式子 就是这个函数图像 这样是一样的 通过这个变换呢 我们让它能够保证了 一件事 就是说它是一个可导的 那么这个函数是什么 这个函数呢 就叫做sigma的函数 sigma的意思就是 长得像S形状的一个函数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F函数 变成了sigma的函数 那么大家看一看 这个感知机实际上是什么呀 实际上就是一个逻辑回归 就是一个logic的回归 所以呢 一个神经元 或者一个感知机 它的表示能力 就相当于一个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是干什么的 逻辑回归就是我们最常用 最初见到的那个分类问题的 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最开始学这个计量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OK你如果是 Y是联系变量的话 你就用ols Y是一个dummy variable 是一个01变量 那会我们不管它叫分类问题 我们就说Y是一个01变量的时候 你就用逻辑回归 那么很显然 神经元 或者感知机 最简单一个应用呢 就是分割平面 就是我如何把这个平面上的点 蓝点和红点呢 一分为二 那么很显然呢 就是说OK 我有一个方法 就是 我呢 画一条红线 把它们给画出来 然后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 我有一个X1 有一个X2 然后X1和X2呢 分别对应两个权重 W1和W2 然后这个W的角标 我给它写了很多 这是什么意思 右上角那个角标呢 是你这个 在第几层 然后呢 接下来是这个 你对于这个 哪个变量 来做权重的 然后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会把这个B 减写掉 就是我们我们就我们就只是把这个 我们就默认它有一个B 但是呢 我们不把它写出来 我们就把它简写成 你有几个输入 就写几个神经元 就搞成这样的一个样子就好了 然后 我们呢 来想一个问题 单层网络就够了吗 或者说我们用一个感知机 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吗 这样的一个平面 其实你会发现 它是用一条直线画不开的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红点和蓝点 用一条直线画开 那么一个人的方法会怎么办 一个人的方法呢 会 这儿画一条线 这儿再画一条线 然后呢 我认为这两个中间的是红点 外面呢 是蓝点 那么我们用神经网络怎么办到这件事情呢 这种数据呢 叫做抑惑问题 就是人们会开始发现 这个抑惑数据是线性不可分的 于是呢 人们就必须得把这个改装 这个感知机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 如何去结合红色和蓝色的结果 我们呢 现在红色的结果呢 是一个感知机 没有问题 它有自己的一套权重 然后蓝色呢 这条线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感知机 或者是说呢 它有另外一套权重 它有另外的一个输出层 然后我们在这套基础之上 再加一个感知机 就是我们把刚才两个神经 两个感知机的输出呢 作为一个输入 给它额外加上一层 来进行一个综合判断 这个绿色的这组权重呢 就相当于我们做了中间的 那个结合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 刚才那件事情 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我们可以把感知机 进行一个堆叠使用 类似的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 这个两个套圈的数据 我们之前讲SVM的时候讲过 SVM之中 是把它打到高维 我们再做一个处理 那么对于感知机来说 我们来怎样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有两个输入 一个X1 一个X2 然后呢 我们先画一条红线 再画一条蓝线 再画一条橙线 然后再画一条紫线 再画一条黄线 这几条线画出来 您可以发现 确确实实 每一条线都能够保证 红的点指在它一边 但是呢 蓝点却在两边都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 已经输出的这个A1到A5 这五个单元呢 再组合一次 就得到了中间的这些红点 也就是说 我最后算法给出来的 这个优美这个神经网络 给出来的呢 就是一个中间的 这个绿色的这个结果 然后这种结果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并连 我们把并连多个感知机呢 可以让原本难以切分的东西呢 变得可以切分了 然后我们再串联感知机呢 把它加深一层呢 就可以让这些不同的线呢 能够组合输出一个结果 然后呢 并且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 好像你这个线越多 它最后切的结果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 你看这条紫线 看起来呢 如果我这没有这条紫线 这个它还是能够把所有的数据切开 你所有能把你看见的数据切开 但是怎么样 它这块会多出来一个角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虽然我们在训练级上 它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但是我们始终要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只能够看见 数据生成过程中的一部分的数据 我们用更多的感知机 一定能够让这个数据 越来越切得像一个圆形 对吧 想象组充值切圆的那个过程 也就越加接近这个真实的世界 这个数据生成过程 也就能够降低我们在看不见的 那些数据上要门外的一个偏差 然后我们就发现 OK 如果我们把这个感知机 横向 扩宽的话 那么它能够得到更精细 更稳健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它纵向加深的话 它能够表达更复杂的逻辑 它能够解决单层或者浅层感知机 不能解决的任务 于是人们就做出了很多 有很多层 然后每一层有很多神经元的这种东西 我们管它就叫做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的层数 或者是说神经网络都有哪些层呢 最左边接收数据的 我们管它叫做输入层 最右边把数据结果反馈出来的 我们管它叫做输出层 中间这些不跟输入也不跟输出的 这些层呢 我们管它叫做隐藏层 然后一个神经网络它的层数 一个神经网络的大小 我们经常说这个神经网络有几层 它的层数实际上是说的 它的这个隐藏层的数量 也就是说上面这张图 它实际上一个单层神经网络 下面这张图呢也只不过是一个三层的神经网络而已 就神经网络层数是指隐藏层的数量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神经网络 做得越来越广越来越深 一方面是我们刚才分析的一个结果 另外一方面一个支撑呢 来自于生物学 生物学呢认为人的大脑 大概相当于一个五到八层的神经网络 这个结论呢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 在10年前后 大家得到这个结论的时候 大家普遍的一个反应是 哇 人的大脑好深啊 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 可以训练可以运行的 五到八层的神经网络 但是大家记住五到八层这个数字 过两节课我们再回头看它 但是我们需要声明的一点就是说 这种对于人类大脑的解释呢 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甚至它一定不是真实的 因为有一个著名的生物学家 说过一句话非常有哲理的话 就是如果人类的大脑 简单到我们能够理解它 那么它就太过简单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 进行这样的理解 因为我们去研究脑子的这件事情 也是我们脑子在干的 这句话有点绕 但想明白之后 真的会会心意笑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神经网络 我们为什么要去搞这么一个深的 这么复杂一个神经网络 就是因为刚才的解剖学也好 还有之前的实际也好 告诉我们 OK 这个每一条边 实际上我们把它全连起来之后 它就可以去穷尽一切可能的组合 这种组合能力呢 使得这个数据之中的一切细节呢 都可以被表示出来 那么在现实时中 我们怎么去计算这个权重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 好像这些权重呢 都是哈哈一下就出来的 但是真实世界中的这个权重呢 是要去计算出来的 我们需要计算什么呢 我们需要计算权重 然后这个权重呢 又跟上一步的输入 或者隐藏成的输入 然后有一系列的信号 把它们加合起来 然后再做一个非线性变化 做一个输出信号 然后我们为什么 要加一个sigma的函数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 要加一个非线性函数 这件事情大家有思考过吗 如果我不做一个非线性转化 会变成什么事 如果我不做一个非线性转化 我在每一层都做一个线性变化 那么会有一个什么结果 我做了十次线性变化 跟我做一次线性变化 是不是等加的 就你想想矩阵相乘 大家想想这个大一的时候 线性带数的知识 我们每做一次线性变化 就相当给它乘以一个矩阵 然后我们如果不对它 做非线性变化 我们做了十次线性变化 那么结果只不过就是 我们把ABCDEFG等等 一堆十个矩阵乘在一起 但这十个矩阵乘在一起 相当于做了十次变化 但这十个矩阵本身的乘以 这个合适一个线性矩阵 就相当于我可以用一次线性矩阵 一次线性变化 完成N次线性变化做的事 所以神经网络的能力 就来自于它的这次非线性的变化 如果没有非线性变化的话 神经网络的能力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常用的非线性函数 刚才讲过这个SIGMODE 然后它还是图像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叫做RELU RELU实际上类似于这样 就是说它是取0和X的最大值 也就是它是一个非零值 这种函数实际上我们在SIGM里面 用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SVR SVR里面学的那个损失函数 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针对一个多输出的 一个结果 我们管它叫做Softmax Softmax实际上就是说 我一个多分类问题之中 我对于每一类的输出 我希望它最后加和是1 然后它在二位情况 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就基本上你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 你如果看它一个侧切面 它沿着X和Y那条轴 它其实就是一个SIGMODE 然后这个Softmax 你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 它是一个应用在这个多分类问题上的 一个结果就行 然后神经网络呢 那会儿常见在课本上的一个应用呢 叫做手写体识别 手写体识别是什么意思 就是OK 我现在有一堆手写的字 这个字呢 就比如大家写邮编的时候 就最早这个应用场景 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邮编 大家把明信片啊 信封上面写上邮编 然后这个字呢 是手写的 如果靠人工分解 人力成本太高了 有没有办法让机器 能够识别这些手写体 然后我们要知道 机器到底是怎么样 看这些手写的这个数字的 比如说这个数字 我们看起来 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黑道 它是一个1 但是到机器那里呢 我们其实是把它简化成了一个 28乘以28的一个矩阵 然后这个矩阵上的曲值呢 是0到1之间的一个伏点数 就0到1之间一个小数 如果它是纯白色呢 就是0 如果它是纯黑色呢 就是1 如果它是灰色呢 它就是一个大于0 小于1的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实际上 就建了一个这样的网络 来去处理这件事情 它的输入层呢 有784个神经元 为什么784 因为它是一个28乘以28的图 28乘以28等于784 我把这个每一个像素点上的数据 依次的输入到这个数据上面 然后呢 它的输出呢 因为它是一个最后要熟悉 要识别成数字嘛 就是这个一个手写体的一个识别 所以它就一个十分类的一个问题 我们中间呢 有两个隐藏层 所以呢 整个的神经网络呢 就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 我们讲这个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可视化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3B1B 油管上一个大神 但是它在这个B站上面 也是有一个本地化的 就是有一个中文翻译的 一个视频在 大家回去呢 可以看看那个 然后反向传播算法呢 是我们能够求解这个网络的 一个算法 它是1986年被提出的 这个算法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去初始化整张网络的一个权重 这个权重是一个不为零的随机数 记住这一点 它一定要不为零 否则这个网络将来没法算了 然后训练过程呢 是我假设我一共有大T7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随机挑选一个 一组数据XN和YN 然后呢 我对它进行一个前向传播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组 随机化的初始化的权重W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XN呢 作为输入 这张网络现在有一些权重 那么它一定就会有一个输出 然后这个输出 我们用它 现在的这个Y hat 跟真实的1N值做比较 它就会有一个残差 那么就类似于我们上节课 所讲到的T度下降那样 它就进行一个前向传 一个反向传播 就是从后往前的 来去根据你的残差的下降的方法 下降的方向 来去更新我网络上的权重 然后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就刚才3B1B的那个动画 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 不长 10分钟 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 反向传播这个算法 我们迭代很多次之后 可以把最后的W呢 作为这个网络的这个权重 反向传播这个算法 在一些课本上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去理解它的过程就行了 它实际上就是你需要一个随机的出入值值 然后用一些数据从前往后来算出一个残差 然后这个残差你来算出一个预测值 这个预测值跟真实值之间是一个残差 然后根据这个残差呢 你来去更新你的权重 来去得到一个结果就好 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看视频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技术是什么 有一个技术就是 我们刚才讲梯度下降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了 就是它应该迭代非常多次 但是梯度下降 梯度下降数里面 那个模型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 如果这个模型非常复杂的话 那么你可能计算一次 会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那么一个技术呢 就是叫做mini batch 你mini batch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OK 我知道你现在随着 你的迭代次数的增加 你的这个模型的整体的错误率会下降 但是呢 你进行完整的一次迭代 耗费的时间会非常长 你所谓的进行迭代的意思 就是你要更新权重 那么现在呢 我把数据分成若干个小的批次 比如说呢 我现在有一万条数据 然后呢 我每一百条 作为一个小的batch 我这样的话就有 就有一百乘以一百 每一 有一百批 每一批呢 有一百个 我呢 现在这个权重的迭代 我不是训练完整个的 所有的一万个数据 进行一个迭代了 我只是训练你其中的 每一批的一百个 我就更新一次权重 再训练一百个 我就更新一个权重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好处就是 我同样的训练这一万个数据 你如果进行完整的一次训练 你只更新一次权重 对吧 但是呢 现在因为我分成了一百批 我每一进行完 每一批一百个的权重更新之后 计算之后 我就更新一次权重 所以呢 同样的一万个数据 我更新了一百次了 那么我的训练是不是会更快 但是代价呢 就是说 它的这个模型的准确 它会有一个起伏 因为你毕竟每一次看到的数据 都只是整体数据中的一部分 因为我只是看到了 这个一百分之一的数据 我就更新一次权重 好处呢 是我可以进行的非常快 坏处呢 就是它的可能会起伏不定 然后我们每进行完整的一轮数据 就是我们每完整的 这个训练完这一个数据 我们管它叫一个epoque 就是我们训练完一个周期了 然后优化的W的道路过程呢 非常的艰难 而且呢 充满了这个不确定性 因为它显然是一个 不具有显示解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能够用 但是呢 非常的难以计算 对于那会儿的人们来说呢 神经网络怎么计算 其实是一个难题 所以它做了非常多年的 机器学习的守门员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 OK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好使 但是呢 它非常难算 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神经网络的正则 就是说我们 怎么避免神经网络过你和 然后第一个想法 当然是限制权重 限制权重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既然网络的能力呢 来自于权重w 来自于它的边 那么呢 我们可以对w进行一个限制 然后来对于网络进行一个正则化 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次 比如说我们在Lasso之中 我们在Rage之中 实际上也都是对于w进行一个限制 然后 它的一个大致 大致的思想 就是说 OK 我原来呢 是只要去最小化损失函数就好了 但是现在呢 我把它改成了 我最小化随时函数之外 我给它加上了一个 A 二分之一w的平方 这跟我们见到过的Rage一模一样 在实际训练之中呢 其实我们有一种更加巧妙的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在数据之中加入白噪音 白噪音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是一个均值为零 标准差为一的一个正态分布 那么我们为什么加入白噪音 相当于跟限制权重是一个等价的关系 你们想想加入白噪音这个数据会变成什么 这个数据就会变成 因为你的这个Loss Function 如果是均方误差的话 那么你现在的均值是零 你不会再对它的偏差带来任何影响 但是你相当于是 你对于这些权重加了一个 标准差为一的一个平方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惩罚 你的W这个惩罚直接搭加到了MSE之中了 一个情况下的理解就是说 OK如果我的方法能够处理了加了白噪音的 加了噪音之后的文件 加了白噪音之后的数据呢 它一定也更加能够好处理它原始数据 然后如果我们延续这个加入噪音的思想的话 我们可以尝试在更多的位置上加入噪音 我们刚才讲输入层 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隐藏层 就是一个隐藏层它的数据是要往下传的 一个输入层它也是往下传的 只不过隐藏层需要往下传的数据 来自于上一层的计算结果 而输入层来自于一个外部的一个输入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对于隐藏层加噪音 既然我们输入层可以加噪音的话 那么在隐藏层上加噪音是什么意思 drop out 就是我们人为的把一些隐藏层归零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隐藏层之中 假设是有1000个神经元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drop out的比例 比如说等于0.3 我们随机将其中300个 它的值归零 也就是说在下一步的计算之中 这些原本有非零数字的值 它就会被设置成零 事实证明drop out是对于神经网络非常有效的一种正常化手段 甚至它还可以能够帮助你解决欠离合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然后对于梯度价降的优化 我们这里讲的是优化 因为它并不一定是针对过离合的 因为事实上神经网络的之中 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欠离合的 第一个就是mini batch 我们刚才讲到了 就是我们不再把所有的数据一股脑子给它训练 而是分成若干个批次 这个批次一般情况下它是有一个默认的 但是你也可以通过调节它来获得更好的一个结果 第二个就是early stopping early stopping的话 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就是在梯度价降数里面 我们讲的early stopping 就是你这个模型 如果迭代很多螺没有改进的话 我们就把它停掉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 对针对early stopping 我们要针对是epoque 就是说你完整的训练完 你整个批次之后 你再去考虑你要不要使用造型技术 而不是说你在mini batch的过程之中 你就给early stopping 那是不可以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也在提训下降数里面 讲过的learning rate 就是你的学习率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一个训练的过程 每一条网络中的边 实际上都是我们需要去计算的一个权重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网络中的边一个个都算出来 然后网络再连在一起 相当于我们同时要计算每一层中的多条边 这个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矩阵的计算的问题了 而这个矩阵会很大 因为我们网络非常之密 也就是我们需要频繁的进行大矩阵的计算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加速这个运算过程 就是用显卡 或者又要做GPU 为什么男孩子打游戏用的GPU 这句话很有点政治不争取 为什么大家打游戏用的GPU会用来做训练神经网络呢 就是因为计算机图形或者做游戏 跟矩阵计算有抛不开的关系 我本科的时候呢 就是做这方面的 我毕业论文做的是这个 我的闭设呢 做的是在这个实时渲染之中 生成一大片草地 我想让这个草地随风移动 并且呢这个风有各个方向的 如果你用CPU计算的话 那个草就一个一个变 就感觉特别滑稽 你只有用GPU算 它才能够同时 这个草才能够随着风来动 然后呢 这个呢是我大二的时候 我跟几个同学一块做的一个游戏 这个是那会儿发给新生的光盘 然后这个光盘呢 被他们又发了五六年 这个里面也涉及到很多GPU的东西 所以大家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用GPU 就是为了并行计算 就是为了把这个矩阵一块算出来 我们呢 讲一个潜能神经网络的一个应用 就是文本编码的事情 文本编码呢 就是我们 那放线上的那节课呢 就是我们介绍一种方法叫encoding 就是我们对于这些 原本不是数的东西呢 我们有种方法叫做编码 就是我们可以给它一个01编码 来代表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 我们这种编码始终就会有一个局限 就是我们对一个词 是给它一个01扣的 它始终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们又没有办法交回计算机 去理解一个词 一种思路呢 就是我们编一个词典 我们编一个计算机 能够看得懂的词典 然后这个词典呢 给它每一个词的解释 但是这件事呢 显然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东西 另外一种思路呢 就是我们如果不编字典的话 我们直接让它做题 做一个类似于大家高中的时候 做的完形填空的一个题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文本之中的一些词盖上 让它通过上下文来推导出来 这个词是什么 如果计算机能够完成 完形填空这件事情 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也就能够理解出来 词的一个文本了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思想实践一下 用上下文来用于词语的理解 就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是 诶 这个 这句话空了一个词 我们应该填什么 然后这个网络呢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的 只是一个单层的一个神经网络 它只有一个隐藏层 然后左边的输入层呢 它是一个微微的 就是说这个微呢 就是你的这个 词库的总体的数量 因为它的输入呢 会是一个onehot的一个编码 用onehot的一个编码呢 来表示这一个词 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它的输出呢 是C个微微的onehot编码 用它来表示呢 它的上下文的C个词 是什么意思 一般教育呢 取C等于8 意思也就是说 OK 我来看一看 我来看一看这个词上下文 前面四个词和下面四个词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神经网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输入呢 就是一个单词的onehot编码 然后它是呢 一个微微的向量 所以我的输入层是微 然后输出呢 为C个微向量 就表示这个单词呢 上下文的C个单词 然后中间的隐藏层 它的微数 是我们人微设定的一个n微 为我们人微设定的n微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 诶 训练完成之后 假设说现在这个网络 能够非常好的 我给它一个词 然后它输出上下文之后 这个n微的隐藏层 再给它是一个输入 就比如说我们这时候 再输入一个English 这个弯号的编码 然后这个隐藏层 此时此刻的状态 它就是一个n微向量 然后这个n微向量呢 我们就把它称作词向量 这个词向量的意思就是 它是这个单词 非常好的一个embodding embodding的意思是嵌入 它对比encoding呢 就是说它跟encoding一样 也是把一个非结构化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结构化的数 但它不一样的是 它里面包含了关于这个词 更多的一个信息 因为为什么我们认为 它包含更多信息 就是因为通过这个n微的隐藏层 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的上下纹 重建出来 那么这个n微向量 实际上就是这个词 在计算机中的一个表达 它相较于一个简单的01编码 它包含了关于这个词的更多信息 因为我们可以来从它来 恢复一个上下纹 然后我们这里会有一个 现实的一个制约 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的实验细节 就是我们如果输入一个词 然后输出下一个词 我们想让一个神经网络 做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所有词 都是用onehot微微的编码来表示的 这个V可能非常大 就比如说我们讲那个 CVX的那期的话 这个V可能是上万 四五万的一个量级 V很大 我们这个怎么办 因为这个维度越高的话 这个结果可能会越差 我们把它改成两个输入 意思呢就是说 OK我们现在呢 一个输入是这个词本身 另外一个输入呢 是它可能 这个词可能的一个下一个词 然后我们这时候的输出呢 也就变成了一个0到1之间的一个分数 我们用于评估这两个数 作为上下文连接的一个概率 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结构 这就避免了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输出维度很大的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训练样本怎么来 因为我们训练样本里面 只有正样本 没有副样本 所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 叫做副彩样 副彩样的意思就是 OK我们原始文章之中 告诉我们 这个词是teacher 下一个单词呢是ese 这个呢我们给它一个评分是1分 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正样理 它是一个我们真实文本之中看到的 同时呢我们给它掺杂一些副样理 就是在文本之中 它们两个词没有连着 但是我们人工的把它组合在一起 或者计算机自动执行呢 我们给它一些副样本 这些scal为0的样本呢 我们叫做我们就是副样本 然后这个技术呢就是副彩样 我们副彩样是多少个呢 每一个正样本我们给它配五个副彩样 这个数字呢就是一个大量的实践 所证明出来的一个结果 没有事情了就不要改它 这篇文章呢是Google的团队 2013年发表的 当然疫经发表呢 就引起了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革命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 老师讲自然语言处理 跟现在我们讲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那个甚至那个课讲到最后 只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做中文的分词 而我们现在基本上直接从词向量开始讲 已经完完全全的脱胎换骨了 然后我们把词表成向量之后 得到了一系列优秀的性质 这个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首先呢 它的表示的复杂度大大降低了 我们从这个语料库中单词的数量v 降到了n n是你人工指定的 可能是50可能是300 Google训练了非常多的语料 它训练了整个的维基百科 它也只用了300维的一个向量 那么平常如果大家自己想在家玩的话 你找点语料库 比如说人民日报所有的历史 然后比如说这个中国 这点学术刊物的全文 你基本上用一个50维 100维的项链也足够表示了 项链越高肯定包含越多的信息 但是项链越高 也需要越多的语料进行一个训练 我们直接从一个几万维 降低到了一个一两百维 然后呢 因为它现在是向量了 我们自然而然 它就会有一个相似度计算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可以给它找近义词 反义词 甚至我们可以找多个词的一个组合 就是你计算A词和B词的同义词 同时它跟B词 更跟C词是反义的 然后另外呢 我们可以去给这个项链玩加减法了 加减法比如说 它可以表达成 国王减去男人加上女人等于女王 这种操作 其实大家稍微想一想 除了这种花唬之外 词向量的加减法 也可以应用在翻译之中 因为呢 中文和英文已经被表示成了都是项链 同一个含义的中英文 它们之间的距离 实际上就是翻译用的那个项链 然后我们呢 用这个技术在16年做一个指数 然后18年呢 这个发表出来了 就是说我们 把这个整个互联网上 关于互联网中的新闻 做了一个情绪的一个计算 之中呢 我们用这个Wart2Wack呢 做了一个禁忆词的一个查找 就比如说呢 我问他 庞氏骗局的禁忆词有哪些 然后我们就发现呢 有这个P2P网贷术语 第二位的字容 第五位的拆标 然后有这个俗语 拆东墙补西墙 击鼓传花 甚至呢 最绝的是 他有一个错别字 这个庞氏 这个庞飞燕的庞呢 庞呢 是这个庞氏骗局的庞 旁边的庞那个庞氏呢 是外国化妆品的一个名字 可能呢 你让一个人来去找 同一词 他想破脑袋 也想象不到 在一个非常正经的新闻 预料库之中 还会有这么大面积的 一个错别字的一个运用 当时呢 我们这个指数实际上是作为这个 普惠金融指数发布的一个备胎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普惠金融指数 有可能发不出来 于是呢 那一年 2016年 那一年 这三个指数也都出来了 三个指数 前两个 左边这两个 是我做的这个计算 就是我做的这个框架的设计 然后最后右边那一个呢 直接我就是一个人窜窜的 然后 虽然左右两个指数 都现在都已经停登了 就是右边那个情绪指数 到20年 因为我师弟也毕业了 然后我的这个 然后那个行业也完蛋了 这个就不用再关注了 中间这个普惠金融指数 大家作为金融科技系的 应该都有所耳闻 现在仍然是 一个写论文 特别是写毕业论文的 一个好帮手 OK 我们大概用了25分钟 讲了浅层的故事 接下来呢 我们来迈向深度 我们在迈向深度之前 我们重新来看一下 这样一张复杂的网络 在非常多年的时间里 人们其实是不敢碰他的 在非常非常多年 非常多到我上大学 我像大家坐在课堂里 听人工程的讲课的时候 老师们也是告诉我 哎 有这么个技术 都挺好的 除了算不出来 就是因为 我们想想它的复杂度 是什么 复杂度就是说 它又是边的数量 又是 又是陈庆元的数量 这是一个非常爆炸的 一个计算量 它的结构非常之复杂 而且 在数学上面 它没有办法 给出任何解释 我们既不知道 它为什么顶用 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不顶用 甚至不知道 我们该怎样去计算它 同期呢 我们它又有很多的 都怕同行衬托嘛 有SVM 有这个T度下降术 随机森林家族的 都把它吊起来打 所以人工智能三巨头 Hinton就说 我们那会写文章 别人一看 我们用神经网络 直接就剧稿 然后我们的学生 可能七八年 毕不了业 但是当人工智能大潮来临之后 Hinton的一个博士生 直接Fresh PhD毕业 就是三百万美元的年薪 一切就是这么突然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来把这个网络 让它变得可以训练一下 一个朴素的 一个直觉的方法 就是我们能不能把 这网络削减一些 但是可能削减的话 就打乱了 打击 击毁了 这神经网络的能力 那么我们的训练的过程 有没有什么改进的空间 我们在揭晓这个答案之前 我们先举一个形象化的一个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 有没有看过这种娱乐节目 就类似于就是说 七八个嘉宾被隔板挡着 然后最左边的人呢 主持人告诉他一个词 然后这八个嘉宾呢 互相比划 来传递这个词 最后呢 另外一个主持人会去问 最右边这个人 你知道的什么词 然后就是因为 往往女唇不得麻嘴 所以呢 就把这个节目效果搞特别好 我们在一五年左右呢 我们跟一些同学闲得无聊 在微信群里玩类似的游戏 但我们的玩法呢 是第一个人说一句话 可以是任何的 不限制 不限制了 然后第二个人呢 根据这句话 画一张图 第三个人呢 根据这张图 再把它翻译出来 然后继续呢 偶数位的同学就画画 基数位的同学呢 就描述 然后最后呢 直到最后一个人 说我这个是什么什么 然后大家再一对 都很开心 这个呢 明显是一个太简单的一个过程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第一个人呢 说生存还是毁灭 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人呢 画的挺抽象的 一个人 一个骷髅 然后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人呢 看了看之后说 这个还是能复原出来的吗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人呢 看到这个人画的图呢 就画成了这样 就比较抽象了 毕加索就出来了 然后下面一个人呢 就果断利用奥卡姆 提到原则 我能用简单的词描述 就能用简单的词描述 半死不活了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人呢 显然是一个 学物理或学化学的人 他们非常明白 半死不活是一个什么呢 含义 按照自己的专业呢 非常专业的 甚至连薛定谔的 那个方程 那个算子都画上了 然后果然 他后面那个同学呢 也非常专业的 给出薛定谔的猫 于是呢 经过几层转化之后 莎士比亚的名句 就变成了近代物理学的 变基石了 那么 大家在笑之于 我们在思考一个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例子实际上 表达了神经网络 为什么难以训练的 一个本质问题 层数太多了 对吧 我们各种各样的错误 可能出现在随机的位置 我们都不知道 哪个环节出错了 我们都不知道 那个人为什么犯错了 但就是啪 一非线性变化 我就把他 给理解成半死不活了 我就把他理解成薛定谔的猫了 那么 我们如果现在 功利一点 我们说我们期末考试 不出卷子了 大家分成小组 玩这个游戏 如果大家用最功利 最不考虑任何感情的 直觉来找的话 你会去找什么样的同学来解组 你一定会找那些 要不画画很好的 要不知识很丰富的 总而言之 你会找一个 他在他本环节内 表现最好的那个人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对一个整体训练 有问题 有疑问 需要他很高的能力的话 那我的一个比较贪心的 一个比较直觉上的最优 就是说 我一定要让我的每个环节 我的每个参与者 都先变得足够强 我不能去随机找人 我去大街上拉人 一定不如我找我熟悉的朋友 玩这个玩的好 OK 那么我们去想 你知道不要去大街上随机拉人 但是我们之前是怎么对神经网络的 我们怎么执行BP算法的 第一步是给他随机处始权重的 你都知道不去大街上拉人 那么为什么让人家神经网络 大街上拉人 对不起人家的 2006年 Kinton三巨头之一 第一次引入了预训练的概念 2007年 Benjo三巨头之二 引入了这个 正式提出了预训练的策略 他就是说 OK 原来你神经网络逐层的权重 你是随机的 这件事情我看不下去了 我现在不让你随机权重了 我是对你的每一层 先进行一个预训练 所谓的一个预训练 就是我把你的输入和输出 用一样的数据 来进行一个训练 然后只不过就是说 我此时此刻的输入层 就跟你上一层的数量一样 然后我就要保证 你这一层网络 现在可以把输入和输出的信息 得到一个充分的保全 比如说 这一层网络 这绿的这个网络 它有一万个输入 那我就只用一个 一万维的数据 既是它的输入 又是它的输出 然后我训练完了之后 我发现 这神经网络能够达到 它输入和输出一样了 那么此时此刻 它这些权重 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 比较好的 比较熟的一些人 就相当于 它预先训练了很多 在它自己位置上 表现的很好的小伙伴 然后再把大家排列起来 就能够一起去解决一个 比较难的任务 也就是预训练 就是说 一个很深的网络 我不好训练 那么我就先逐层的 给它做一个贪心的 最优的一个预训练 然后我把这个初始值 改成这个预训练的结果 就能够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效果 就能够达到一个